首先有一宗案件 跟進一下 他說還未審的 就是一個葡萄牙籍41歲男子 管有一個叫香港獨立黨的社交媒體 發帖提倡香港建立英聯邦國家廢除中英聯合聲明 回到香港被捕改控煽動罪 他要繼續還押到6月1日 6月1日 現在就還押了四個月 他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教師 兩道申請保釋 都被拒 申請保釋是被拒的 反過來 在這個 我其實為什麼說這宗案件呢 我對於保不保釋到呢 其實我真的不懂怎樣衡量 這宗案件 這宗案件就有得保釋 當然 是好事 是好事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之前那宗案件就不給保釋 這宗案件就口岸發現了爆炸品 深圳口岸公廁 發現爆炸品 有個TG頻道承認責任 8人被起訴 7人被控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的條例 其中有一個沒有 7人被控這個條例 有一個沒有的 只是企圖製造炸藥 就還押了一年 昨天就被批准保釋 法官就跟他說 你沒有令我失望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他又給保釋 首先我不給保釋 我也不知為何 這宗案件 口岸爆炸品案 是被控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我是被批准的 為什麼要用聯合國條例 為什麼 香港什麼時候要跟這些外國條例 我不明白 聯合國的兩個人權組織 說香港的國安法 是打壓人權 為什麼不取消國安法 那些東西跟 一些跟一些不跟 為什麼 龍門敢搬發 聯合國 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委員會 一個人權委員會 都說國安法 是侵犯人權的 為什麼你不聽 然後恐怖主義的你就聽 真的 不要緊 你玩了 好 跟著 因為待會有很多 休班警的個案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之前那些我講得快一點 之前四個藍亞裔 上標行打劫46隻手錶 那宗案 就拉到兩個巴基斯坦籍的男人 和一個印度籍的男人 嘩 警方說 相信 是有人在背後策劃的 嘩 真是 實在太 太勁了 讓你想到 這宗案一定會破到 這個很重大的案情 被發現到原來背後有人策劃 那還不是外國勢力 巴基斯坦 印度 這個外國勢力 那他怎麼拉法呢 又找了很多東西 又說這四個人是怎麼坐車走 在哪裏找 在元朗 我元朗找回私家車 另外在荃灣就出現過 歐洲問題就這樣想 他這樣也能拉到 他打劫完 坐著一輛黑色七人車 應該是散水的 這樣也能拉到 為何 跟蹤 跟蹤記者的兩個人會拉不到呢 我們再看一次照片 為何這個會拉不到呢 現在的情況 好 這裏 這個不會拉不到的 還有行蹤的 這宗案 就說 有多個新聞機構和記者反映 被不明男人跟蹤或者監控 這兩個男人 在法庭徘徊 他們基於這件事的依著和行為 就懷疑是便衣 這樣說 警方表示 對記協 非常遺憾和強烈不滿 批評未經查證作出暴風中影的傳策 這樣是還是不是 暴風中影就當然了 未經查證都可能是 這樣是不是 這次就是助理處長陳東回覆 陳東 上款 就是記協主席 他就說 警方未有接獲任何報案 即是關於兩個男子 在記者外面的公眾地方徘徊 我不能用知道 有沒有人接獲報案 你查你就查吧 有記者被人跟蹤你不用查 你不用查 你不用查的話 有嫌疑的就是便衣 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說警方 為社會市民服務原則協助媒體 專業及安全地進行採訪工作 那是還是不是 你都不回答是還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不是 就不是 他說對記協記者極度遺憾不滿 未經查證作出暴風中影 第一 你們都是這樣的 支聯會的外國勢力不是暴風中影 都是亂查的 是吧 你說不是啊 查了啊 誰是外國勢力的 你說吧 你又說不出名字 你這個所謂的 殘案 你就用紙 游了它 是機密來的 那 跟暴風中影有什麼分別 不但令到 執法人員聲譽受損 那是不會的 執法人員也沒有聲譽 破新聞工作者 以事實為依據作出報導 評論的專業形象 我覺得不需要 是吧 好像 Glory 最後的男主角 川橋 跟另一個 重要角色 因為他是醫生 醫生可以這樣對病人嗎 你不是有你醫生的承諾嗎 他說 醫生的承諾 是跟別人的 如果我當自己是瘦醫 在醫著一個禽獸的話 是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是沒有這個承諾的 同一道理 查證 之後作出一個揣測 這個是對人做的 或者是對一些 講法治的人去做的 挑你黑警都不是講法治的 這個社會現在都不是講法治的 細量查證 我覺得不需要查證 是吧 暴風中影就不出奇 就當然了 有什麼問題 還有 根據你警察 的過往慣例 是很合理的 這個揣測 非常合理 除非你交人出來 除非你說 你抓到了 那兩個跟蹤記者 是 什麼人 什麼人 是吧 是誰派來的 收誰的錢 如果我們使用市民信服的話 我們就信服那兩個跟蹤的人 不是你的黑警 如果不是的 你不查的 或者查不到的 當然最有嫌疑的就是你的 說什麼證據事實 這些也不用說證據什麼事實 過兩件